你 你说他会相信吗 不知道 是吗 来 来 来 制造窝点是在车库 人住在二楼一楼的车库 除了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 在现场还检测到 化学品爆染之后的痕迹 指纹呢 现场已经验明的指纹当中 均来自于唐玉红一个人 这就对应上了 在租来的车库里 自制了炸弹 除了车库 他家里查了没有 已经查过了 网络技术部门的同事 在他的电脑里 查到了化学品交易的记录 都是在网上进行的交易 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核对 回头让小六同步一下 尽快安排相应部门配合调查 也通知网络技术部门 跟进交易 查清商户 明白 这两个人的嫌疑 倒是越来越少了 这两个人的嫌疑 这两个人的嫌疑 对了 公交公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王兴德的室友说 两个人到了之后 一个在里边翻东西 另外一个 就在外面一直在打听情况 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 陶映宏和王兴德 两个人的感情状况如何 是怎么相处的 所以现在看来 李萧二人的嫌疑 跟他们所说的基本吻合 他们却是在寻找作案动机 王兴德家有什么疑点啊 就是被翻乱了 按道理来说 这两个人是去销毁罪证 那为什么要留下 这么明显的一个翻招痕迹 而且按他们这个室友所说 这两个人不去主动搭讪 那他们就不会有接触 为什么要多留下 这么一个人证啊 天花手机什么时候能回播 快了 我去技术部追一下 老张 现在这两个证人 确实让我有点费解 还是要尽快挖出实情 不管用什么办法 人在咱们队里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明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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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立行检查 谢谢 嗯 现在基本上可以判定 那枚炸弹 就是唐映腿自己自制的 那这么说的话 他们夫妻两个人 来加临四年 一个陌路线 一个造炸弹 就是为了制造 今天这起事故 你的推断有道理 我就是还想知道 你们还能想起什么细节 可以提供给我们 那个高压锅 我记得他当时非常地警觉 他的手一直放在高压锅上 所以我觉得 那个高压锅 会不会就是 炸弹的引爆装置 但是我觉得 他都有能力造炸弹 那会不会是一个定时装置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 一点四十五 一点四十五 这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特殊的事情 我就是猜测 叶子 你去查一下卷松 看看跨江大桥 以往所有的事故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件 是个一点四十五分之时间点有关 明白 对了 那个 刚才你们拿走那个花手机 那是我从王兴德宿舍呢 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不是 我有点害怕 因为是在排出所上嘛 毕竟是我偷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手机 在环境里面 特别地违和 我觉得不像是他的 所以我就想拿出来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信息 我们早知道 那个手机就不是你的 幸亏你自己说出来了 嗯 他们有孩子吗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手机 会不会就是他们孩子的 老郑 他们去世有个女儿 王茫茫 五年前去世 我们查到他们俩确实有个女儿 叫王茫茫 但是五年前去世了 姑娘 你是在佳师大读书吗 对 我女儿也是 您女儿也是 她是哪一届的哪个专业 她工作了 按照这种思路推断的话 她女儿王茫茫的死 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老张 来下会议室 对了 你们俩 能想起什么细节的话 马上告诉我 好 你们饿了吗 一会儿让人 给你们送点吃的过来 谢谢 谢谢 她刚刚说她女儿是五年前去世的 可是我记得王兴德 大概一年前的时候跟我说 她女儿跟我一个学校了 而且已经毕业 再参加工作了 她为什么要撒我 好对 好对 好对